欢迎收看8月21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维敏 马上来带你关注股汇行情 在美国科技股走高之际 亚洲股市几乎全线反弹 至于大马方面 虽然云顶香港倒债 打击了多支重量级的股项 但信仁 顶级手套等宗旨股上扬 带动大盘走高 币市挂1577.12点 全天起了1.74点 汇率方面 马币兑换美元周三走高至5个月新高之后 今天线路盘整 走低至4.1780令吉 接下来有企业BlackNY单元 林国泰和钟廷森两大富豪的香港上市公司 不约而同传来了坏消息 其中林国泰的私人邮轮壁榜 云顶香港线路债务困境 对此分析员认为 云顶集团和其他姐妹公司不太可能救助云顶香港 预料云顶香港将获得额外融资以维持业务营运 受这个不利消息的惊吓 云顶全天跌了23仙 币市报3令吉57仙 云顶大马则以2令吉22仙挂收 全天跌了8仙 而钟廷森旗下百慎商业集团表示 受冠病影响截至6月30日的6个月经营收益总额下跌了24%至人民币19亿6390万元 并因而由盈转亏 亏损了1亿8940万元 去年同期则是净赚2390万元 房屋及地方政府不考虑寄出空置税来减少滞销产业数量 同时让发展商在推荐新发展计划的时候 能够做出更合理和负责任的预测 不过目前多数发展商并没有听闻政府要落实空置税的消息 无论如何分析员认为 如果空置税落实 相信随着发展商调低库存和新房产售价 总体的产业价格可能会面对下行压力 造成市场竞争加剧 此外这也可能导致购物者展延购物计划 而发展商则可能在新税落实之前 推荐新房产加剧市场供需失衡的问题 大马能源巨头国家石油公司 有意收购位于北美二叠基盆地 开采页岩油的Double Point能源公司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这项协商交易估值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但目前仅处于初步阶段 因此不保证最终会谈成 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希望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请记得订阅和追踪百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